前赤地赋的最后是什么? 不知东方之济薄,济白,最后一句是这样,也是好像 到一个情绪高昂的地方突然收起来,留给大家想象的问题,这个也是 那我们再把那个一词二复再整理一下,就是这个一词啊 什么千古风流人物,遥想宫秦当年小桥出嫁了,他整个就是在讲赤壁之战 到了钱赤,那钱赤必复他在讲什么呢? 他只是借用赤壁之战,客人对赤壁之战,对曹梦德曹操的一些感怀 感叹他一世之雄,而见安在哉,借由这个对答苏子来讲一些他个人对生命的体验 尤其是因为他是被贬到黄州,他有很多的一个情绪嘛 对生命的看法,对于高低起伏的看法,这是前赤壁复 那后赤壁复呢,他已经完全没有讲到赤壁之战的事情,完全没有了 他前面就是写简,有点在呼应前赤壁复,这边都是在写简 唯一会让后人去想说,他在这个地方,是可能要表达什么事情吗? 大概就后面这段,这段有点悬 那大家的解释都可以不一样,你只要解释的通,你都有你一家之言,都可以的 那这个地方呢,道士顾效,语意经,悟 这个悟通,不,这个因是不是很像领悟的悟 有人就在后面的这个文学,评论家就在上面做文章 他借由这个东西来表示,我有所感悟 也是一样生命的道理啊,人生高低起伏的道理 像,到底一篇文章 我们已经没有人能够知道说,原作者他到底心里头想什么 他背后隐喻的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除非他有写下来 那后面的人会给他很多的文学批评啊,文学批评啊,文学讨论 比如说你看,《红楼梦》其实是一个完全的小说啊,《红楼梦》 可是后面有多少人在研究《红楼梦》? 说完这里面呢,谁讲了这个话,他在什么意思,他背后是怎样怎样 变成一个学问了,《红学》 那金庸也是哦,金庸写武校小说已经写到,他的地位已经高到金学了 开这个金学连统 那都是,其实那些都是故事,都杜撰出来的 竟然也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红楼梦》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后痴逼腹 第二个单元呢,我们来介绍这个,赤壁战后到三国鼎立之间的一个状况 随时可以打到我 这个是三国末年,不是啦,东汉末年的状况 东汉末年呢,全国分十三周 就是这样子分割 那后来三国鼎立 我就是要讲说,从赤壁战之后到现在就变成三个颜色 这中间的一些大事情 让大家了解,原来还很复杂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这里的荆州 荆州是这个,很多故事发生在荆州嘛 刘备戒荆州,大义施荆州,等等等 赤壁战也是在荆州打的,这一块 那这一块在这个地方是变成红绿两块啊 一半是曹操的,一半是东汝、孙权的 那这一半呢,其实本来还有一段时间它是刘备的 好,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里面最大的是益州最大 面积最大,在十三州里面宇宙最大 那刘备就是在这一块地方 好,我们Andy小朋友对三国很熟悉啊 我讲的过程,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详细你也可以提出来 很多男孩子,Andy就是我们这位小朋友 他很厉害 很多小男生对三国都特别的感兴趣 电丸很好 电丸也是一个推过车 推过车来的工具 小孩子玩三国,我还觉得还 电丸,我还觉得还不错 如果他... 反正就多知道一些历史 至少你玩其他的什么暴力游戏 在中午,海南岛那时候也在他里面 孙全那里面 刚刚也... 这一块 台湾没有 台湾没有,对 曾经派船到台湾过 此时史书上有记载 但是就走了 这样子 在中国历史上台湾第一次说 在中国史书上有出现 就是在这个时候 孙全曾经派军队到过台湾 那时候叫琉球 很早 很早 这也是西元200年左右嘛 那现在2000嘛 1800年左右 对 很早 很早 不是,西元后 西元后 西元200年左右 好 那这是当时 势必之战在打的状况 我们曾经 上上次 花很多事情在讲 今天就是 今天其实没有要想再讲出来 不过还是跟大家提一下 既然打出来 黄州在这一带 黄州赤壁 苏东坡就在这个地方 那其实现在真正的赤壁 打仗的那个地方 据考证在这里 所以 苏东坡呢 要不就是认错了 要不就是 他其实知道 不过他就是写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真正打仗在这个地方 那当时曹操是从这样子下来 然后再沿那个江打上去 那刘备呢 是从这个地方 直接到这个地方 跟孙武 跟东周瑜的兵合在一起 孙武往这边过来 曹操 往这边过去 在这边相遇 打了一场赤壁之战 这个地方 好 我们去看下一张图 OK 看看这一个 这就是我主要要讲的图 赤壁之战打完之后 我这边有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就是这个地方 好 第一个动作 孙权 他要去占领 这个荆州 差不多上面都有 他要去占领这一块 中部地区 北部地区本来就是曹操的 所以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 那第二个动作呢 刘备就下来打荆南四郡 就现在的黄色的部分 就变成刘备的了 而黄色上面呢 就孙权去占领 那这个地方就发生 刘备借荆州的这个故事 所谓刘备借荆州 其实只是 荆州很大 他只是借荆州里面的一郡 叫做南郡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一块地方 下面是他自己打来的 他借了这个地方 其实你说借 可能你就想那种说 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孙权的 那我给你打个字条 你就借给我 不是这样 那块地方根本就是刘备自己打下来的 孙权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他真的借给你 是刘备打下来 但是他们这些唇枪舌战 鲁树跟孔明 彼此说 这个功劳是我的 应该怎么样 等等 最后孔明说 那好了好了 要不然写个字条好了 暂时借一下 其实本来就是刘备打下来 刘备借荆州 这是一跟二的动作 那这边打完之后 当时还有一些割据势力 这个叫做汉中 汉中在哪里呢 在关中之下 关中在哪里呢 在西安 长安 四关之中 我们讲楚汉象征的时候提过 所以这一块就是在陕西西安 长安的下面的一个平原 这个 那这边还有一个割据势力 曹操打赢了 跟刘备打赢了赤壁之战之后 很担心 孙权 很担心曹操会来报仇 曹操当然也想来报仇 但是他想说这边有一块势力 我先把他收服一下 这是我的后方 所以他就要去收这一块 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他就把马腾给收了 运用一些计谋 把他给杀了 那马腾呢 大家知道的人比较少 他有一个儿子比较有名 叫马超 马超在三国演义里面 他的武艺啊 几乎是吕布的等级 吕布是第一勇 天下第一勇 马超也很强 所以马超后来被封作武武将 留武武将 好 这第三个动作他就是收他 他把他收服了之后 这一块蓝色这一块就很紧张了 他想说 他大概曹操会来打他 这个是张武所在地 他想说曹操会来打他 那在他行动之前 他先来占领刘章的 占一些地盘好了 所以第四个动作呢 张武就是想来挖一些地盘 刘章的地盘 刘章啊 他是一个 三国演义写出来呢 感觉说 他很懦弱 他也不想要去争霸 但是其实这个人心忙好 等一下会有一段 一段名字会出现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说 那我请刘备来好了 刘备是我的刘氏宗族嘛 请刘备来帮我 这是第四个动作 于是第五个动作呢 刘备就被他请 于是刘备就入川了 不费你摧灰之力 他就进入川 入川本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蜀道南 男女上青天 带着地图去给刘备 刘备带着兵马就进来 就跟张鲁这个四根武在这边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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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盟官在这边相持了很久 所以这一块地方已经被收服了 这边正在打仗 相持很久 然后呢 他们不是都以为曹操会来打吗 其实曹操呢 去打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如虚口 就是现在的合肥 所以合肥 在三国里面呢 尤其是比较 就是现在这个局势 之后啊 这一代 在合肥打了很多场战争 在这个地方 这是六 那我看一下 好 曹操如虚口即东吴 这边我要给大家一些文字看 这字比较小 反正我要念就好了 曹操 他是一个文学家 他写的东西也很有意思 口气也很大 呼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 报赤壁之仇 孙权大惊 我那边点点点啊 曹操写了一封信给孙权 说 敬者奉此罚罪 最近啊 我奉正义之声 我来讨伐有罪之人 今徽南指 我这 马鞭 我的军力 向南指去 刘宗宿所 这个刘宗宿所指的就是赤壁之战 那个刘宗投降了 赤壁之战其实曹操打败了 但是他还是把这段拉过来 今至随八十万军 我准备了八十万大军 我们干什么呢 方与将军会列与吾 我打算跟将军在吾这个地方 吾就是孙权这个地方 好好地打一场列 他的错子很特别 我来跟你打列 其实是要来跟你打仗 那这个会列 其实本来就有打仗的意思 在中国估计里面 他本来就有打仗的意思 一方面是大规模的狩猎 另外一方面就是指打仗 会列中原 也许就是从打猎的意思慢慢衍生衍生 有打仗的意思 他就写了这封信给孙权 那后来他们大军在如虚口 曹操又讲了一些话 曹操大军至乳区 操领数百人上山坡 遥望战船 看他的这个 非常的整齐 七分五色 兵器鲜明 其中大船之上 青罗闪下坐着孙权 左右文武 四立两堂 曹操就以马鞭指着说 生子当无孙众某 就是在这个时候讲的 曹操之前讲过这话很有 生小孩就要生得像孙权这样 才有出席 那时候曹操跟孙权的年纪 他年纪才有二十六七岁 他的年纪就是他爸爸的 可以当他爸爸 他一番感慨 他的儿子 其实曹操的儿子也不错 但是 不会打仗 文学 就是他看到孙权这么少年鹦鹉 心生感慨 我真希望我儿子就是像孙权这样 画面这句 若留景生儿子 屯犬尔 那如果说像刘景生的儿子那些人 那就像猪像狗一样 就不成才 那刘景生是谁呢 就是